行了 还是那句话 尽量多收 别怕我吃不下 范老板放心 一定管够 目送范丁豪离开 王永志很是羡慕 范老板是真大方啊 范老板一看就是赚大钱的人 不像咱这么小家子气 尤其是你 下次别当着范老板的面数钱 掉份儿 都听四哥的 这一招赚了一百多 要不咱吃顿好的去 那肯定少不了 走 潇洒去 路过红星公社 李庆买了一些肉 直接分成三份儿 咱赚钱了 家里也得跟着想想福 都带点东西回去吧 行 那本钱就还在你那放着 你可别乱花 四哥放心好了 我不会拿去打牌的 这个我还是分得清的 王永志本来想说分钱 听完这话 也不好意思开口 直接借过肉 往村的方向去 还买肉了 我儿出息了呀 赚钱了嘛 当然要买点好东西了 弟 你赚钱了那两百 是不是该还我了 还钱 还什么钱 上次拿走的二百呀 苏婉晴此时也很生气 明明当初胡琴说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可是听说王永志要做买卖 不但从米缸里拿出五十 甚至还出去 我告诉你 昨天一天我们就赚了一百多 这一百多我占三分之一 你想吧 只要半个月 我还差你那二百 别听他的 他吃我的喝我的 我还没找他要钱呢 什么二百 就没二百这回事 我吃你的喝你的 要是当初我嫁给陆山河 也不会在这里吃你的喝你的 我厚得多厚的脸皮 要来二百生的孩子 你也要拿走 我就不是你亲闺女吗 你还嚷起我来了 要不是你在外面胡搞乱搞 陆山河会不要你 我当初是绑着你 不让你嫁给陆山河了 姐你还提什么陆山河 他算个球 我告诉你 我开始收安纯 就没他陆山河的活路 你该庆幸没嫁给他 你要真嫁给他 过几天 你就得陪着他喝西北风了 苏婉晴被母子二人挤对的 说不上话来 呼吸一时间也越发急促 妈 我好像要生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你王大伯家 借独轮车来 王勇志也猛了 急忙跑去隔壁借车 姐你可别出事 出事和我也没关系 都这个时候了 你说这些干嘛 来到了香卫生所 大夫出来一看苏婉晴的情况 也慌了 不行 香卫生所条件有限 必须马上送现医院 大夫 你还没看呢 就是啊大夫 你至少先看看情况啊 还看什么情况 流了这么多血 很有可能是小产 看月份这么大了 无论孩子保不保得住 都得手术 我这里又没有血库 会出人命的 一听手术 胡琴更急了 根据村里传言 一个手术就是大几百 甚至上千 他可出不起这个钱 大夫 当年我也小产过 根本不用做手术 是啊 你先给看看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这里没有这个条件 你们要我说什么才懂 就看他这个 应该有七八个月了吧 这和普通的小产 怎么能一样 可我们也没那个条件了 你们现在马上 想办法把他送去县医院 晚了就出人命了 大夫 你不能看病 那你帮我们 把他送去县里也行啊 像卫生所又没车 你们就没认识的人吗 胡琴忽然想起了 陈国泰的父亲 永志 你赶紧去通知陈国泰他爹 就说婉晴要生了 让他们赶紧来人 王永志也回过神来 是啊 苏婉晴肚子里的孩子是陈家的 这个时候自己着急个什么劲 那个你是陈国泰的娘吧 陈国泰他爹呢 陈母本来看到王永志就烦 听他这么称呼自己 根本不理王永志 老太婆 我问你话呢 有急事 我不认识你 滚出去 我姐有点不舒服 到县卫生所来了 大夫说得去县里看看 你给找个车 多带点钱 赶紧去卫生所 你姐死活关我什么事 我凭啥给她找车 还得拿钱给她看病 你这不废话吗 我姐怀的是你陈家的孩子 你不给我姐看病谁看 孩子不要了 我陈家的种 你说的倒是轻巧 他苏婉晴嫁到陈家 也不过六个月 六个月就要生了 你也好意思说是陈家的种 这是陈国泰清楚 他们没结婚就好上了呗 他们什么时候好的我不想知道 反正我是没钱 你们爱之不至 行不管是吧 那我们也不管了 到时候孩子没了 别后悔 陈国泰他爹呢 不知道去哪了 老太太说没钱 不管 你们不是苏婉晴的妈和弟弟吗 他们不管你们得管啊 必须要快才行 你说的轻巧 怎么管 我拿什么管 我是有钱还是有车 孩子的爷爷都不管 我们凭什么管 替他陈家花钱生孩子 拿我们当冤大头吗 不能再耽误了 你们必须尽快找车来 不然病人就真的危险了 时间不等人啊 还不是你的错 要是你一开始就给他看 估计早就稳定下来了 这么长时间 没事也让你给耽误了 先不说送不送的事 先抬进去输个页 再等等看 说不定陈家就来人了 大夫算是看清楚二人的真面目了 可是此时显然不是说这个时候 就在这时 陆山河骑着摩托车路过 大夫急忙向陆山河招手 陆山河 你等